喂 喂 大家好 能听见吗 喂 如果能听见的话 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一个回复好吗 OK 好 能听见就好 那我们再等两分钟吧 等人再到急一点 OK 好 能听见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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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感谢观看 我们看 我们都知道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怎么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500呢其实也是走出了头肩底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呢这个标普500呢在09年初的时候 是走到了最低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这边呢我这边因为我最近这个电脑 有点问题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给大家截了一张图 并且画了一根线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路 看不清的话明天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来要PPT 我这边呢就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09年初的呢 这个就可以是作为一个头部 那我这边呢也是连接了这个两根线 当时是左肩 这个是左肩 这个是右肩 左肩跟右肩之间呢是有两个顶点 两根顶点之后呢用一根紧线来把它连接 连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连一下 再给大家画一下这样清楚一点 连接了两根紧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股价能否有力的占上这个价格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用这个 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股价有效的突破了啊 突破了这根紧线之后呢 尽管我们看是有几次的回踩 但是呢是依然在这根紧线之上的 所以呢这个紧线啊是能否有效占上紧线是可以作为股价是否有效反弹的其中一个信号 当然这个呢也是比较单一的我们也可以结合像是RSI 就是这个是作为这个股价这个反弹或者说股价的这个价格能否是有效的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RSI的一个指标 70跟30呢是属于超买和超卖的一个区间 所以也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股价呢站上这边紧线的一个位置之后呢 尽管是刚刚提到的有几次的这个回调 但是呢RSI的这个价值价格呢是始终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并且呢是没有去触碰这个30 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这个目前从周线级别 注意这个图是周线啊 因为是为了比较好判断 这个图呢目前是周线级别的 所以说呢是可以当时是可以判断啊 这个标普500呢是已经走出了头肩底 并且呢是有效反弹的一个形式 那相对应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因为讨论再多这个纸上弹 毕竟都是纸上弹并还是要实战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呢ASX200四小时图形 为什么刚刚用的是周线图 目前呢只能用 目前只用四小时图呢 因为这个过去的一个数据呢是比较 怎么说呢 形式走出来是比较明朗并且比较多的 但是呢目前的这个ASX200 因为时间轴这一轮下跌的一个时间呢 是非常短的 差不多就不到一个月的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相对能够用到的数据和图形和图表呢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四小时图来做参考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当时这个 我这边呢也是画了一个 之前的一个股价最低的一个价格 是ASX200大盘的之前是最低到了4400点的一个位置 我这边再画一个 OK这个呢是在4400点的一个位置 这个呢是作为头部 这个呢就是头肩底里面的左肩 这个呢就是头肩底里面的右肩 那相对应的我们可以看到是 这边呢就有一个两个小的顶部 那我们连接两个小的顶部呢 画一根锦线来说啊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其实目前的价格呢是还没有 有效的反弹到这个四小时图的锦线上方的 那这个四小时图的锦线上方大概是在哪里呢 差不多是在55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今天啊 这个澳洲股票的这个大盘股呢 在前两天触碰的一个最高价 差不多是在5470多点之后呢 今天是这个收盘应该是 我看是下跌的 现在的价格呢是5300多点 所以啊判断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头肩底的一个反弹的趋势 是否有效的话 就要看未来ASX200能不能重新站上 5500多点的一个位置 OK 然后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讲一讲 另外一个这个判断价格反转 并且能够重新入场的一个指标 叫做顾比倒数线 那很多我们这边的老客户应该是经常听了 那很多如果是今年新加入的一个客户 可能对这个指标不太熟悉 因为这个顾比先生呢是去年年底 我们在莫尔本的Glen Waverley酒店呢 特意邀请他来我们这边做这个技术分析 他本人呢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技术分析 他我记得应该是全球十大交易员之一 并且呢他也是写过非常多的书 那这次疫情过后呢 我们也会继续从国内运一批他的书来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之后啊 问我们的这个 我们重新上班之后啊 问我们这个小助手 或者说客户经理来要 来继续学习 那其中呢他最著名的 有一个技术的这个分析呢 就叫做顾比倒数线 那这边呢也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顾比倒数线到底在实际运用 或者说在做技术分析的时候 来应该来怎么来看 那这边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看了一下 这边我是截了一个图 可以看到这个网上的这根图 那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 如何来有效的抓住底部 其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一张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跌呢 最低的一个低点是在A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A的A的这个最低价格是最低的 A的这个最低价格是最低的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呢就把这一根线啊把它标出为A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再往左边数了 往左边数的窍门呢很关键 就是说啊你的这个左边数的价格呢 你的最高价就是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必须是要比A的这个上方的位置要高的 你哪怕是平行都没有用 像这两个红色的它的这个图例里面标注出来 它就是equal highs 就是说你跟A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根呢是这个不算数的 那在中间的黑色的这两根呢就更不算数了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最高价是始终比这个A的最高价要低的 那我们再往前数我们可以看到B B是不是它的最高价比A的最高价要高了 好这个呢我们标注为B 这个写的就很清楚了 这个为B 那我们再往前数看一下 这根呢不行 这根呢也不行 OK出现了C C的最高价呢比AB的最高价要高了 那这边呢就可以成功的判断为C 好我们呢就以C的最高价来向右啊 画一根倒数线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明天的价格呢出现在 我们说的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是在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市场啊还是不能够形成 我们说的这个价格的反转 但是到第二天我们说 这个价格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反转信号呢 其实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边我们用的是这个bar char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条形图 右边的这个价格呢 其实就是收盘价 但是在这一根图形当中啊 这个收盘价始终没有占到这个倒数线上面的位置 所以说呢 这一根还不是有效的入场信号 那直到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直到出现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一天开盘的价格在这里 那当天的收盘价呢 在这里 那高于了这根倒数线之后呢 我们判定这一天出现了价格反转 并且入场的信号 那到第二个工作日的时候 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到第二个交易日的这个区间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用这个网上的图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应用到ASX200在这一轮下跌当中 这边用的是这个天线图 如果是ASX200在运用到这个倒数线法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我这边也是标了一个最 当时的一个低价的一个价格 最低这一轮下跌呢 是出现在三月中下层的时候 当时最低的价格呢 是在4400多点 那我们这边呢 就往左边数 这一根是不是一个有效 这一根的当 这个最低点画一个A OK 这边画一个A 那我们往左边数看一下 这根B是不是一个合格的B OK 它的最高价高于A的最高价 好 它是一个合格的B 那再往左边数 它的最高价比B的最高价高了 OK 它是一个合格的C 那我们呢 就以C的最高点来往右画一根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A的A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天 它的最高点啊 还是比C的这个后面画出来的这个倒数线啊 还是要低 那这一根呢 不是一个有效的 我们说的这个反弹的一个线 那直到在这一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右边的这个收盘价 OK 它比C数过来的倒数线高了 那这边呢 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入场的信号了 那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 这一天是 这一天是在开盘价 在这个价格差不多5100左右的时候 开盘价 我们可以入场 那当天的收盘价呢 是差不多是在5300点 所以这个呢 ASX200里面的 不比倒数线法 进场法则呢 也可以给大家 在这个市场行情出现反转的时候 做一个参考 OK 那我们说啊 其实技术分析呢 其实不管刚刚跟大家说的 RSI也好 还是说可能很多人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MACD也好 就是均线 还是刚刚跟大家简单介绍的 这个头肩底 这些来说 其实都不是万能的 我们说啊 即使是同一套武功 像是翔龙十八掌 那郭靖 红旗公 这个和肖峰 其实运用出来都不一样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 多练多用 并且呢 还是要多进行实战 每一样的这个技术分析的这个图形 不管是刚刚说的 其中一样 你单拎出来 肯定都不是万能的 重点还是要跟这个 目前的基本面来做一个结合 那不知不觉 今天也讲了差不多快50分钟了 那最后呢 最后呢 也简单跟大家分说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 如果是我们这边老客户的话 也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现在尽管是在家办公了 但是公司的电话呢 依旧没有停 然后呢 像是每天早上3CW的广播呢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听 我们现在的股评啊 也是出的非常的勤 因为考虑到 大家都是疫情在家 可能对于投资的需求 尤其是现在市场 处于一个非常低的 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投资的需求 也是比较强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中文的财经分析的股评啊 也是出的非常勤 大家呢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OK 那我们这个季度呢 是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活动呢 是有30%的一个赠金的 我记得第一个季度是20% 那这个季度呢 是力度更强了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明天 问我们的这个小助手 或者客户经理 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今天的网课呢 我要讲的内容 就差不多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 其他要 想问的呢 有没有什么 请你 OK我看到有大家有说关于afterpay的 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afterpay afterpay呢相信大家也知道它是个妖股 真的是非常的妖 前段时间最低的价格呢是跌到了8块多的一个价格 这两天呢又是回到了20多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就以最简单的刚刚我们来实战一下吧 刚刚跟大家演示过的这个顾比倒数线的一个法则 我们看一下在afterpay这一轮的下跌当中 最好的一个入场点在哪里 我这边给大家放大一下 会比较清楚一点 给大家放大一下 能够看到呢这一根现在呢afterpay是以日线级别图来画的 我们这边的第一要做的是把它转化为bar chart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蜡烛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呢就是在afterpay来说 当时这个轮下跌当中呢是最最低的一个底部 那我这边没有办法画图 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呢就可以作为a 那这个呢最高点高于a的最高点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有效的b 那这一根呢就不算了 那这个呢可以看到高于这个b 那它就是一个c 那c呢我们这边往右啊画一根这个倒数线的图 可以看到 收盘价只有高于这个点的时候呢 才是一个有效的作为这个顾比倒数线的时候 是一个有效的入场的一个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 这根不行 这根不行 这根OK可以了 那这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开盘的时候 就是一个入场的价格 当时我看应该股价是差不多是在19块钱 18块钱多一点吧 这个呢呃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入场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呢是afterpay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析 那bhp的话怎么说呢 我看到大家有说bhp啊 呃bhp的话的确最近呢 嗯很多投资者也关注的比较多 那我自己个人呢也之前的时候看过bhp的这个ceo 他的一个呃讲话 呃因为参考08年之后啊 中国的4万亿计划 对标到现在中国是目前是30多万亿计划的一个呃计划来说 其实基建呢还是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08年之后呢 因为中国的4万亿计划呢 因为传导到这个房地产 呃中国的房地产 再是这个澳洲的这个铁矿石 再是bhp real tinto 然后再传导到这个澳币上来说 是差不多时间是在两到三年左右吧 因为真正铁矿石的繁荣是在2011年到2011年到201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现在是bhp的话 最近呃怎么说呢 呃对标其他的同呃这个行业来说 其实bhp在这一轮下跌当中 异度呢也没有很大 并且他最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 目前的价格是在31块钱左右 呃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其实啊中国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反应速度 真正反应到澳洲的铁矿石或者说bhp上来说 是有一个滞后性的 呃当时呃08年之后呢 是08到11年呃12年差不多用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那这一轮当中呢 我相信就呃铁矿石的传导到股价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也是得要呃差不多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吧 并且呢因为bhp他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都是铁矿石 他也有大量的这个黄金啊和油气的部分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对于这个油价来进行关注 那当然bhp他目前就他的这个分红来说 如果公司不削减分红的话 其实对于大盘股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呃入场的机会 ok我看有大家说flat center和webjet web是webjet是吗 flat呃webjet未来两周的走势 怎么说呢 其实我对于这两个股票我自己关注的比较少 因为怎么说呢 目前嗯大家也都知道 这两个股票可能基本上是停滞的状态 完全没有任何的收入只有支出 呃并且呢未来到底情况怎么样也不太清楚 而且呢他也不像是怎么说呢 作为这个旅游中介公司吧 他不像是quantas或者刚刚提到的波音 有非常呃有非常代表国家意义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这一轮当中现金流能不能撑得住 或者说呃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弹 或者说强烈的反弹的话 其实也很难说 然后我看黄金的点差的部分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 最近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黄金呢 是在前两个星期呢 呃各个也这个银行的央行 包括银行来说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 在报价的这个差异啊 最近的这个点差呢也是相对应比较大 那目前呢我们也还没有接到一个呃具体的一个通知 关于这个黄金的点差什么时候能恢复 只能说大家随时关注吧 然后跟我们这边联系 嗯 有分析有要求分析COS的对COS的话其实在这一轮的表现当中也是相当的这个优秀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不早了这边就跟最后说一个COS吧 马上9点了 可以看一下COS在这一轮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在这个三月份的疫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其他的股价的其他股票的股价零零下跌呢 但是COS创出了近一段时间的新高最高呢是到了18块多 那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6块15块多16块的一个价格 那其实呢在这一轮当中啊像是COS和World Wars其实都是怎么说呢 呃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就是两家独大了在这一次当中 并且呢两个公司呢就是呃怎么说呢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吧 就是属于爱买不买 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要正常吃正常穿正常喝 而且呢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恐慌情绪啊 很多的消费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囤货的一个状态 那我之前呢也看新闻说啊 这个囤货的力度呢也是非常大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这个呃一姐就是2019年应该算是三季度和这个年底的报表来说 这个一定能够在他的报表里面体现 所以重点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COS 我相信COS在这上半年或者说疫情结束 呃和World Wars在疫情结束期间呢 呃也会有不错的这个股价表现 那今天的这个呃网课就到这边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这边呢会有这个PPT 我到时候会做好发给我们这边的小助手 呃大家也可以去问小助手和呃 啊各个的客户经理来写联系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啊花时间来收听 呃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呃下一次是周四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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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